写下这历史的一刻 天下象征合作的意象书 宣告台湾影视产业再往前一大步 参与签约其中一方包含韩国CJ集团 看准台湾娱乐潜藏实力 包括了妈别闹了我愿意等等 那现在呢有一部新开拍的 就是步入到海边吹风 这样子呢其实这样的经历 都给我们很好的一些 合作的一些经历 Good afternoon 脚要孤单到了 我怎么过 单身又怎么样 单身很好啊 由比里贾建文领先主演 还记得去年播出时 不只在台湾大红 跟一举推向香港新加坡 透露类似这样的跨国投资案 目前已有改编剧本 选在金门开拍 特别是台湾做的人情味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海外 不管是其他亚洲地方 或者是亚洲以外的地方 都会有人有兴趣要看 先前大家封寒流 CJ娱乐现在也把海外版图 瞄准台湾印尼和泰国 软实力可塑性高 当然走上国际 势在必喜 华文的影视作品 在全世界能够展现的影响力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希望可以 透过这个影视基金 能够在IP的创造上 能够做出跨国IP的成效 与其闭门造居 不如我们跟真正在国际市场上 举足轻重的伙伴来直接合作 绝对一年可以产出 我自己觉得 然后一年应该可以产出至少是 双位数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优质台具 资金平台立平陆续到位 台具给人的温度 相信有它无可取代的影响力 TV宣优家欢迎林韵澄 上不去台湾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